今天來的主講 我覺得都說得不錯 財政本來就是一個數字 數字反應政策 這個也可以用數字很多 我可能沒有全部背起來 不過我也有想問幾個問題 一個就是支出的部分 因為我跟陳琴基教授 也經常在台灣支部討論 我也跟你提過了 這個潛藏度在15兆這個數字 是不正確的 我自己的估算 如果涵蓋公共設施保留地2兆在內的話 大概有18兆到20兆之間 那扣掉那2兆的公共設施保留地的徵收費用 現在行政案是用兩個方法 一個就是要把公共設施保留地解片 就很多就不必徵收 有的是用容積移轉的方式 那扣掉這個2兆 這大概還有16兆到18兆 這個有輕人 這恐怕給大家的數字 還是要再精準一點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103年度 總醫生的規模是1兆9400多億 那他估計的財政收入是1兆7000多億 那麼稅收是1兆2700多億 那要接的錢是2000多億 那扣掉了之後應該有4600多億的 這個數字從哪裡來 剛剛幾幾年給你的時間不太過 是不是等一下你可以再說明一下 現在回到那個給我多一點時間來問 你是給我原種的狗 第9月我認為這個稅收的一個結構限師 所以第9月很重要 那黃世新說我們要檢討 我們應該檢討一下說 那民進黨執政的這個8年裡面 你稅收的這個減免跟稅負的降低 一個是徵稅你用這個最低稅負制 所得稅基本稅有調印 那在國民黨就徵了一個奢侈稅 那到底你中間的這兩個稅所段 你中間的稅收多少 看這個數字 那減稅了以後要減多少 那跟國民黨來比較 國民黨最重要的就是 移政稅通通降為10% 營守稅第15%到17% 這影響很大 還有中午首多稅的最低三級 客席的稅率分別降1% 這也影響很大 所以我是剛剛在反省的時候 就是這兩個數字都 增稅跟減稅的兩個來比較 看怎麼樣 那這個是我剛剛提到的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金融免費稅 這是1999年你剛才當總統 那時候提出來那時候 金融的那個 離婚比太高的 要用這個方法 那現在上半年整個金融 半年就賺了一千多億 現在很多人在注定 這個金融免費稅要不要再增加 恢復到以前的5% 這個是是不是你們的看法怎麼樣 那另外就是也有很多人 企業界我去基層問了很多這個 這個企業界的人 那個營業稅如果現在的5% 我記得都沒有調整過 完全我記得都沒有調整過 那如果增加1% 那很多企業界可以接受了 增加1%2%就是財政的手段 那增加1%2% 增加1%是多少 增加2%是多少 那這個是不是可行的方法 那我提了這麼多問題 請大家指教謝謝 好 謝謝豬部長 我現在大家報告一下 我們原地的時間是10點20分 要告一段落 那因為我們有比較晚開始 所以我們就延長到10點半好了 不過延長到10點半 現在還剩下15分鐘 等下這個發表跟雨嵐點 還是要讓他們回憶的時間 所以我抱歉 再兩個 我們就有兩個機會 這一位還有人 你問還有誰要發表一件 吳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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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叫吳總統 算了我們就 他來回憶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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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有風塵 也是對今天的議題被吸引過來 那我想多了解一下 就是說 像財政的出入 我們其實是不看那個 所謂的禁止或是負債之子 那我比較關心到那個所謂的財政的品質 那剛剛林泉宇長官 之前 前長官有其他租動 所以說有進步 那我想說進步 像不管是國民黨的時候 或是林泉宇長的時候 他對那個土地的那個國家土地 是有時候是用賣的 有些人用租的 那為什麼全部用租的方式 其實是這樣子 將來那個 那個土地還是會說追國的 那這個是比較好的方式 那第二個是剛剛有提到 有關那個奴隸支出的部分 那其實是好像台灣每年都有400億的人民的捐助 那再加上政府的這個四五百億之外 所以說還有那個政府的大利的社會獨立的支出 那為什麼我們的獨立還是越做越低 越弱 那這個是讓我非常的擔心 那第三個就是我提到那個 剛剛救災的那個 其實是我們800億也好 多百億 其實很多方面也是覺得這個支出的頂值 是不是有達到的最好的效益 好 謝謝 好 接下來我們就是副總統 簡單請教一下 常常聽說 我們執政期間被賣很多的國有土地 方不方便這個約列松明一下 到底我們如何處理國有土地的問題 謝謝 好 我們就發表一件告白專家 接下來我們就請這個 發表人跟宇良姐來做回憶 我看 我們就從 倒回來 最後發表的先開始 先林向來交涉 謝謝 來 接下來我們就 黃思琪叫做 剛剛這個 支部前部長講說 數字 管理先生講 其實人家的數字會說話 但是數字好像會說謊話 那數字是不是精準 表面上看精準 坦白講 其實它是最模糊的 為什麼你沒辦法說它對或錯 所以我們一般來講的 為了求方便都是什麼 都講數字 因為什麼 數字你沒辦法反駁 你知道 你沒辦法反駁 所以它好像真的一樣 所以最危險 最危險就是什麼 我們強調所謂數字管理 然後我們不去問 數字到底怎麼來的 剛才不是講的潛藏負債 潛藏負債叫什麼意義 對不對 所以當家政戰18億 十五兆 坦白講 而且我所講的 根本就沒有潛藏負債 但是你講的十八兆 十五兆 有沒有 大家都在什麼 你看有個數字了 大家都可以吵了 對不對 而且十八兆 你看 喔 數字什麼 很高 對不對 好像什麼 有很多的討論空間 對 所以這個東西既不是大家 你說如果太著重於數字的話 坦白講真的是很危險 很危險 就像我們剛才講說 花狗畫了一百多億 對不對 畫了一百多億 其實我們就會複裂之後一百多億 但是花了值得或不值得 就會複裂到它的內涵 就是我想在財政上 我們很容易在 當然你說 講數字是什麼 是最簡單的啦 但是也是最投機的方法啦 但是呢 講數字來講的話 變成什麼 我專家講數字有沒有 你一般不太懂的 譬如說剛才像台中所講的 那個市府收入有沒有 市府收入有沒有 市府收入其實不只有一次 兩千億 如果它保留三年 就是四千億 就是四千億 你知道嗎 結果呢 它反映出來的那個什麼 舉在數字有沒有 就完全什麼 完全變永虛掉了 完全變永虛掉了 所以你會發現剛剛李副總統所講的 就是說民進黨跟國民黨 現在互相的爭議就是說 你舉在多少 舉在多少 對不對 國民黨回馬槍就財獎 說什麼 你舉 它數字輸你嘛 它比你什麼 數字就是什麼 舉在數字就是多嘛 它就回馬槍 大家講那你賣財產 好 那到底賣財產賣多少呢 就真的不修啦 對不對 那現在問題到我解釋說 舉在多 舉在少 難道大家是要比嗎 對不對 我的意思說哪年年 2016年民進黨的執政 你敢保證你可以達到財政平衡嗎 對不對 你敢保證你可以達到財政平衡嗎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東西財政問題到底在哪裡 不在吃自補 第二個就是說 就是說剛剛講到的 朱前副長講到的這個稅制的問題 我必須要講 移政稅條件達至10 大家看時間是什麼時候 2009 也就是什麼 馬上來 所以我開玩笑 馬上來2009 其實它是實行民進黨的什麼政策 而且就是說 移政稅條件百分之10 是當時是卸長體的進權政見 大家去翻翻看 你知道對不對 因為你當時是 還真的照理 你知道對不對 百分之10 確確實是卸長體的 所以民進黨不要再去罵 不要再去罵 國民黨什麼 說你這樣移政稅什麼 調了單就死 國民黨是笨不太正主 要是國民黨 他說我是10歲你的政見 你也罵我幹什麼 大家可以去查查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剛剛下台中講的沒有錯 在整個財政政治來講 坦白說存在支出面 支出面 我們必須要講民進黨因為潮小也大 必須要支出面比較有效力 不敢亂來 第二個因為他潮小也大 所以國民黨很多支出手 被國民黨擋住 被國民黨擋住 對不對 所以你的資質比較少是因為什麼 你要感謝國民黨什麼 擋住你的很多支出 所以這裡面就是說 如果我們看數字 我們看裡面的原理內涵有沒有 你剛剛數字談在講 是不是被我去掉了 其實我要強調強調這一點 但是我們30年來 大家都在談這個赤字拼了 30年來談到30年 談到現在還在談這個問題 歐敢黨就發掉了 民進黨其實在執政2016年還在談這個問題 在執政10年以後還在談這個問題 謝謝 謝謝黃教授 接下來我們就請陳錦濟再出來 謝謝主持人 各位縣長貴婷 剛剛蘇部長問了滿多問題的 我先回答縣長負債 其實剛剛黃世新教授已經說了結論 想要負債主要就比是比較大的 像就職工人員的退休制度 未來政府應該負擔他的退休金 這個沒有在財務上反應是不行的 所以我們就去估計說未來剛剛負擔多少 要把它折現回來算現在是多少 大概就是6兆左右 大概相當於政府的負債 比如說政府幫未來負擔這些工 從舊制的軍公教退休制度 他就要負擔6兆 跟現在政府的負債還要多 這第一個 第二個 薪資的軍公教退股大概有兆多 包括勞保的潛藏負債 比是未來勞保可能現金的收入不足 但支出比較多 這不會有6兆左右 但是這些數字我只能跟各位說 這是一個財務估算上得到的結果 包括我剛剛提到他是折算回來的 那你到底用多少 錢去折算 到多少的利率去折算回來 這個設算基礎就不一樣了 我想今年年初退休制度的一些研討會上 大概也談得蠻多的 所以潛藏負債我不太去強調 但是我比較去看這個潛藏負債 是不是每一年惡化速度非常快這樣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潛藏負債一年恐怕都增加個一兆兩兆左右 也就是說這個退休制度 它本來是一個獨立的財務制度 那希望保障包括勞工包括軍公交退休 能夠獲得一定的退休性的保障這樣 但是這個本身的財務是很不穩固的 甚至他長期這種較少領多的現象 造成他的財務負貧困了 那只要發生危機是很可能發生幾倍的現象 大家搶退的現象 去年勞保發生危機之後 他曾經一個月就變成是平常提領的量 提領金額的15倍之多 那只要大家都去領 這可能像銀行這樣 他上上的現金不夠 他可能真的會發生倒閉的狀況這樣 這也是年金改革我們不得去推的問題 但是我們看到現在政府對年金改革 他沒有一貫的價值在裡面 他只能去訴說不去改革才會會倒 但是裡面更大的問題 像職業的公平性的問題 世代之間的公平性問題 為什麼你欺負新進的公務人員 讓他的稅金不會變很差 但是他要繳很多提拨的錢這樣 這些我們現在都沒有看到他去做處理這樣 這個是潛藏負債年金制度裡面帶來的問題這樣 另外營業稅其實照營業稅法規定 行政院就有權者可以從5%調到10% 這中介額度是行政院要去全額的 那在陳沖當行政院院長的任內 就發生過一個事情是照國民年金法的規範 國民年金有虧損那優先要由營業稅去加稅來營運這樣 但是行政院就不做這件事情 他就用公務預算去補貼國民年金的虧損這樣 所以我看2014年 也就是民國103年的年度有預算 他們都不敢去講說 為什麼社會福利支出反而是減少的 因為去年編得好大預算去補貼國民年金的虧損等等 所以講到這裡就是說其實財政大家看到好像數字 但是其實數字背後的問題更嚴重 而且不只是財政問題嚴重 是財政面背後的社會問題更嚴重 財政本身如果是問題 那社會沒有問題 那我想事情還小一點 那如果你為了解決這個財政問題 為了財政讓你平衡 那我不去編這些自嘴預算 造成社會更大的問題的話 那這個財政問題的減免真是比較嚴重的事情這樣 好一下 接下來我們請 黃金黃先生提到的 他講的東西 有些東西我個人沒有什麼太大的意見 但有一點我不需要提出來 就是他可能有一點誤解 就是講到說我主張計劃預算是吧 其實不是的 我剛講說要主張計劃要配合預算 計劃要配合預算 來希望開一個座談會 他的預算 我就請同仁聽 還有交房署預算多少 交房署在2000年多的預算 一個半塊錢都是14.5億 所以折和1點的話 1.5塊錢就是9點多億 那我們給他編多少預算 我們當然同意給他額住了 就是10億多 他不過是將近10億不到 換他給他成長的來自10 是所有的機關裡面成長比較多 因為那年多預算 他整個成長還不到5多的事 會知道給他成長多一點 因為921激增後 他需要一些風力社會改善 這很重要 做我們給他成長 那立法院提他計劃 是什麼 希望怎麼樣 要多少東西他拿下來 拿給我看 他們的這個座談會 要提成資料 他們幫消防署提預算 因為消防署預算計劃 都沒有辦法得到 我們主力助支持 我說你的預算 你的計劃是多少 他才計劃是多少 是9.9億 從9點多億增加到9.9億 內容什麼內容呢 消防大學 消防博物館 救災執政機隊 什麼都有 你說如果這個機關 他在編預算的時候 他在這個做計劃的時候 他沒有預算考慮 他說其實我們計劃 那你覺得這個事實是怎麼去做 所以我說我們每個政府部門 在你考慮到的施政計劃的時候 你應該考慮到你有多少錢 你下個年度再下人有多少錢 當你的錢是財性的 每天都可以幫你調整 政策上可以幫你增加 但是呢 在政策上已經定了之後呢 如果你沒有給他一個方向 你教什麼編預算 因為一段人可以想說我沒關係 我先平好之後我下人不再爭取啊 所以這個 當然後面還有更有趣的事情 我就不再講那個消防執政機隊 後來發生的隱形事情 不過總而言之呢 這是我們看到的 最後結果呢 當然是那天在立法院開會 立法院要求幫他提出一段不肯通過 最後結果呢 我們沒有多久發生巴掌性事件 巴掌性事件之後呢 消防署先是責怪 加於先生責怪的消防署 消防署之後要怎麼講呢 他說我們消防罪災難力不足 就是因為我們預算從100例被砍到 直升10億 所以第二天沒解釋了 一罵 前進院主席說沒有良心 怎麼能把國家救災預算 談要90% 最後結果下個行政院長 趕下便叫我們成立檢討 就把它加了1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預算是這樣針的話 這個政府一定會有效應的 或者他講說立法要配合預算 計畫不對付預算 計畫是沒有用的 是天馬行動的預算 只要講這個 第二個我要回應的是 您像太焦躁了 太好了 今天你們都不能再回話了 所以我要好好修理一下 這個 你講那個奢侈稅跟 什麼 對立稅付是 都是靠民稅 都是一樣的 這個對立稅付是 莫大的收入 我要講說 奢侈稅怎麼能跟 奢侈稅對付是來比呢 奢侈稅是 你嗑的真是嗑的有錢人嗎 你去看一看 奢侈稅有嗑的有錢人嗎 凡事 特性嗑的兩個重點 第一個是汽車 第二個是房屋買賣 兩年之內交易的 你覺得有錢人會笨到 兩年之內去交易 買賣房屋去交易 去交奢侈稅嗎 我告訴你沒有 去查一查看誰是交的 很多都是不知的人 所得很低的人 這是奢侈稅要 不是吧 怎麼跟奢侈稅務是來相比呢 第二個 買汽車的 總是有錢人的 你看汽車誰買的 是公司買的還是個人買的 是公司買的話 那用公司顯示叫奢侈稅嗎 所以我告訴各位 其實奢侈稅為什麼來的 就是剛剛講的 是因為遺產資源 降低了 造成錢潮流進來 房價漲了 所以不得不去 奢侈稅來應付社會 那怎麼跟奢侈稅講 這個是有目的 這個目的很簡單 就是這些有錢人過去 我們走的這個討論很嚴重 這些有錢人就是繳稅 所以繳得太少 所以我們希望把這個漏洞存錢 當然我們不能一步做到 但是我們只把現在做了第一步 就是人做的不能做到 那你說這些民粹也好 是不是要吃法 一個稅法通過在法律 在要負法律項通過 一百人是自私出行的 同時怎麼樣的 民進黨是少數的黨 也必須要得到在野黨的支持 因此呢 稅劇稅不是鎖定 少數有錢人 但起碼應該交一個稅劇稅 這個思考是很重要 所以這兩個不一樣 不一樣的 第二個呢 我要講的是 剛才提到的營業稅 稅率導致可能提高 我講的是營業稅的稅率 基本上來說呢 這個東西不是不可以改變 但是政府的任何一個稅收支出 都應該到老百姓這個錢 或者什麼地方 如果你的合理性不夠的話 任何稅率改變都是空想 沒有意義的 最後 副總統還有那個 剛才對於現在提到主題的問題 這個部分我了解不是很多 但是我可以告訴各位 我有一個經驗 我在行為普及黨 第一年認證還是第二年認證 就發生意見 當時是為了哪一項 是要增加 是要減 不知道是 普及增稅減半 還是為了那個營業稅 就是那個金融營業稅 要再降1%還是怎樣 所以我在主意而內 就是不同意 結果弄了副總統兩次解討 那財政部呢 是佩服的政策 就提出來了 就是要就是 就是同意啊 同意可以解退啊 那最後少了怎麼辦呢 就增加土地收入 賣土地收入多賣 兩百億還多少錢 兩百億還多少 結果我的主義總統人 對我講說 他這個是做不到的 因為賣土地啊 每年賣 但那個量是有限的 不可能賣的 你可不可能增加 就是怎麼講說 政府大量賣土地 就可以整個財政 騙人的事情 不可能的 我跟你講政府每年賣土地 就是都是差不多 就是那個量 那個量就在那邊 而且那個量對財政上來說 根本就是怎麼樣呢 悲嘴車心 政府的制度一年是上造啊 幾百億收入怎麼用呢 但是土地 該不該賣 這個確實是應該考慮 其次呢 來說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已經在灌制 這個認識其實 我相信國民黨實在已經在開始做了 就是小面積的土地 原來是可以賣 為什麼有很多基金地 都不應該整合 或者是使用的 但是呢大面積屬於 基本上是不賣的 不賣的 那麼不賣的話 就有很多 我記得院長詹先生就提到 就是要有些優勢 都點點真正 當然這個就是 可以進一步去落實 這個我覺得 這是有可以檢討的空間 可是呢 它對財政上幫助 其實我個人看是有限的 個人應該是有限的 那麼 如果需要土地資料 也許我可以再找人 去整理一下 看看有沒有相關資料 好 謝謝 好 沒關係 好 我們下兩個 好 我們公也�尾 今天很服氣 很骨 positively